大家好 我是杨永明 我们这集来看看台湾的国会政治 从韩国瑜到就是国会 以及柯文哲 韩国瑜要出席两场活动 今天第一个是新云大师 逝世一周年办追思会 韩国瑜就现身缅怀 那他还说得蛮得体的 他说面对日常的纷扰的时候 会意起新云大师的言行 即使处在立法院心里仍然带着 耻辈去面对各种挑战 体会到心胸一旦变得宽大 很多的意见跟分歧自然能够包容 当然这是他在佛光山的 追思会当中所讲的话 然后他马上会赶到花莲 因为国民党在花莲要办一个 就是共事营 共事营现在还是有人没有办法到 那韩国瑜今天晚上会到 主旅人讲的 这个共事营当中52席当中 有46人出席 所以有6个人缺席 那还没有到场 应该说还没有到场 是韩国瑜 江启臣 徐晓星 赖世保 邱振军 陈雪生 那党主席主旅人说 韩国瑜晚上会到 其他旗位看起来都大概蛮忙 可能陆续都会到 那赵道上就针对就是 共事营之外就讲到这个招委 因为接下来要选招委了 我们总共有八个委员会 台湾立法院八个委员会 其实真的是太少了 那美国 日本都各有十多个 会将近二十个 那但是而且我们的招委 是国民党一个 然后就两席招委了 那很有可能就是各 这个就是一个 那现在会不会说会礼浪给民众党呢 赵道康呼吁招委的席次 要有礼浪才能够展开 进一步的蓝白河 赵道康讲的话其实蛮有感受的 那吴思瑶 吴思瑶最近很积极 我们刚刚在说 他可能大概有另外一种政治的想法 那不管怎么样 他在对柯文哲说 这个国会寄生我吴思瑶说 你在吃豆腐 要韩国瑜赶快把这个一天到晚 礼拜二 礼拜五跑来立法院 这个寄生国会的柯文哲给赶走 那这个你怎么赶呢 那赞佣公立法的资源 反而厚脸皮吃立法院的豆腐 身为立法委员我 他是立法委员嘛 然后这个不可冷 他是台北市北区这边 在北投士林的立法委员 那吴思瑶叫韩国瑜赶走 那基本上我已经说了 这个你不太懂立岳的规则 你怎么可能赶得走 就是柯文哲呢 那林德福就说 你到底当过立委没有 林德福已经是当了 第七届立委 非常的直升 那王建豪 新任的国民党的新克立委说 胡思耀不应该干涉他党的内政 各党如何运作是各党的自由 这讲的正确 所以立法院是制衡行政院 而不是帮忙解套的 韩国瑜应该把力量 重新的强化 这是联合报的一篇文章 那事实上讲到说 如果这个没有的意识潜力 现在也不是不可以有 韩国瑜若不能纠正 议事人员这种偏颇的心态 也就是过去议事人员 真的比较以民进党为主的 这样子一个主导的国会的时候 你要防止议事人员 变成民进党的护航大队 这个话讲的还真的是 联合报里面这篇文章 这个看得很深刻 有人在国会里面 因为跑新闻跑这么久 看到议事人员的这些运作 你总是会有一些感受 那这些感受在 这个没有真正的开议之前 把它提出来 有一点就是说提出一个警讯 那我们接下来看柯文哲 柯文哲是不是累趴了 他不是提一日北高吗 提早交棒 痛苦的神奇 你看都在表现出来 他在关渡庙拍照的时候 不幸跌倒 他其实本来上车的时候 差点就已经要跌倒了 这一次他在关故宫的时候 对不起 关故宫这边就是跌倒 结果骑到新竹之后面露疲态 阿贝真的是身体 你不能够跟他开玩笑 逐中休息就面露痛苦表情 你看本来是应该 10点30分到后楼的 结果到了已经迟到一个小时 是11点30分 因此他决定提早交棒 让黄珊珊先继续 我们这边讲的交棒是接棒 由自行车接棒 所以柯文哲跨梯被摔跤 陈贝奇应该是 每个人都有跌倒的时候 他再提蓝白河 陈贝奇好像有一点回不来 你知道吗 已经精细和系了 他还在说去年的失败算挫折吗 其实正常的思维 人也知道 是在野整合的胜选希望才大 结果也不意外 我还不认为是挫折 我都跟他讲 你没有输 你是在野党最佳的候选人 鼓励他再接再厉继续努力 如果人生最终四枚进城 你也应该改变台湾的真正生态了 陈贝奇你知不知道 最后的选举结果是什么 对不对 所以杨宝珍这个时候 有人就说他是不是触怒皇帝 所以他就被 这个 这个有点哭哭的离开了 那有一位绿营的这边的 这个就是名嘴就说 这个白银要抓鬼 所以他虽然是发言人 上节目问党内事情的时候 都不知道 形成好像没有灵魂的空壳子 不是这个样子 但是绿营已经开始这样子的攻击他 那因此事实上两个人 还不出走办选的这个创伤 还在持续进行当中 杨明 首先第一个 我先帮许晓星讲一下 他昨天晚上也有直播 他说他昨天本来要搭一班火车 要去花莲 结果他搭错车了 所以搭到汐止下车回台北 所以我说他们都是陆续回到 他说他没有一个人搭火车到花莲 我必须讲 当到立法委员坐这 就是连搭火车都不行 真的要检讨 但是他所以变成 今天一大早才要赶过去 所以一大早9点的行程就来不及 花莲你也知道 至少要两个多小时的车程 所以我想理论上应该是都要到 之前不是讲说国民党是什么 有史以来最团结的一次 所以尤其是新科立委 徐晓星当然他昨天本来想去 后来突然来没办法 这是一个意外 但是我看到这个名单 邱振军我觉得有点压抑 因为是苗栗新科立委 是 苗栗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如果今天你是昨天晚上 当然这次有一个很大的状况是说 因为昨天是元宵节 很多的地方的这些明代 都在跑元宵的行程 可是理论上 比如说好 跑到8 9点 你坐个火车到花莲 应该也还来得及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 团结是要用行动来展现 赵伟老实说我觉得就是 就是蓝绿各一 这个没有什么意外 因为毕竟你要礼让民众党 也得要民众党有意愿做 民众党现在唯一有意愿 想要做招委的那个人叫黄国昌 可是黄国昌当招委 我跟你讲蓝绿都不会乐见 所以基本上就是现在这个模式 但是可能就是用议题合作 至于什么计升国会 什么国会计升 这一次柯文哲是失言 怎么说呢 你们都在计升中华民国 为什么 你们政党补助金 每年拿我们国库多少钱 三个党都一样 但是你民众党 今天你柯文哲说什么 因为立院党团给的这个经费 我们的党团的人 还要我党这边给 我就说中华民国政府 一年给你民众党多少钱 1亿5千200多万 不是小数字 你最好把说这些人事费用 是你自己赚来的 是不是用了这个所谓的 我们中华民国的政党补助款 所以你们都是计升中华民国 三个党都一样 不要再骗人了 所以我说这种话 这种政治语言就大可不必 大家好好的帮国家做事 比较重要 无事要去扯这个什么 还要把谁赶走什么的 那行 我觉得很简单 如果今天你们 连对中华民国体制 可能都有一些意见的话 请你们不要领中华民国 给你们的这个所谓的政党补助款 一年民进党是2.49亿 要不要吐出来 要不要吐出来 所以当然这次柯文哲一日北高 其实他一开始就说 他可能没有办法骑到结束 所以他本来是预估是到彰化 没有想到昨天出师不利 这个一开始跨车 这个单车就滑倒 然后骑到苗栗左右就接棒 当然黄珊珊昨天是骑了蛮多 我觉得黄珊珊骑了 她说她总共骑了大概 369公里左右 那蛮长的 对 她也没有全程 但是她中间有一段休息 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个 如果变成是一个民众党以后 未来每年例行的这种 激励内部的活动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 那只是说也没有必要 每年都要好像展现出 好像自己是一个什么 什么马 全马什么铁人三项 这样的一个模式 我觉得就是作秀做到刚刚好就好 杨明说这个寄生中华民国 我觉得民进党也是寄生中华民国 他们说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 现在的名字叫中华民国 不是寄生吗 对不对 永平 我觉得现在刚开议的立法院 稍稍有点让人觉得不安的现象 除了各党自己内部 都出现一些整合性的问题 就是感觉上大家为了迎合 现在新的新生态的 新的媒体生态 都喜欢搞捉对厮杀那一套 可是你捉对厮杀的时候 你要稍微有点道理 否则就很容易被人耻笑 譬如说这次看来吴思瑶 他虽然是民进党立法院的党团干部 可是他大概越急的去挑战 这个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然后对柯文哲讲蛮难听的话 而且他又还有这种讽刺柯文哲的 举动的同时 还有蹭韩国瑜声量的 这样的一种嫌疑 因为韩国瑜现在大家都知道 就说民进党黑韩产业链越打他 结果大家就越关注 韩国瑜的一举一动 结果越关注韩国瑜一举一动 拿放大金去看韩国瑜的时候 却发现说韩国瑜立法院院长 表现得真的不错 跟外宾的交往 都是外宾严肃的脸进去 然后愉快欢笑的脸出来 对不对 然后送外宾的礼物 也都非常的适切 然后带领小朋友进去参观 他可以很自然的陪着小朋友 就坐在台阶地上打成一片 就是他把立法院院长 需要有威严的时候 把威严展现 比如说他主持议事的时候 一丝不苟 议事人员提供给他的什么部分 他都照章完整的清楚的表达 有外宾的时候适度讲幽默 我最欣赏的就是 他跟日本的代表团 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头发 两个人幽默的哈哈大笑 就是说这种自嘲的方式 其实在外交方面 最能够快速的缩短距离 好 这个时候大家喜欢去蹭他 可是你也不要去做 损害别人的部分 吴思瑶去骂柯文哲 不管你说柯文哲说是党团寄生他 还是扬明讲的 柯文哲寄生中华民国什么 这些都不重要 重点是 你吴思瑶被一个刚刚当立委 两三天 十天都不到的 台中选出来的新生立委 黄建豪这个来指证 说党各党自主的事物 他党不要干预 你吴思瑶你丢不丢脸 你从政了多久 你立法院做了多久 你现在还在做民进党的干部 结果你被一个新生所指教 立法院我们再讲一次 不是上对下的关系 即使院长也不是 也跟立法院也是同事而已 你不要管其他政党的主张 如果民众党的立委 没有反对他们党主席 常常去立法院 你就没有资格讲话 对啊 看到吴思瑶这样子 我突然也想到 台北市另外一位民进党的立委 王世坚 最近比较安静一点 小猫 当然王世坚 原来参选的最大目的 应该就是教训何志伟 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 我想这在民进党里面 大家也都知道 但同样的你就讲回来 就是说民进党在分配 席次跟立委 去看看 刚刚讲到的 就从你讲的这一点来引好了 何志伟不见了 高家瑜不见了 这两个都是因为在内部 得罪了方丈 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所以被消失了 你就只讲吧 民进党 民进党在立法院过去的这八年 也即将要进入第九年的 就是说在民进党的中央执政 配合立法院的最大党 但是很不幸的 今年他的立委就没有过半 也甚至还输了国民党一席 所以说民进党现在在调试 他在调试什么 过去八年他爱怎么唬烂就怎么唬烂 他爱怎么欺负人就怎么欺负人 没错 他们私底下拿到了这个特别预算 过了这个特别法案 下面怎么分工程 下面怎么样去 你好我好大家好 对 过去这八年玩的真的是顺风顺水 没错 对外界的人来看 民进党怎么可以把立法院玩得这么小 第一届苏家权的时候感觉立法院变成了这个行政院的立法局了 橡皮涂章 第二届游席坤的时候感觉更小 更早 变成还不是行政院 变成你党的立法科了 真的是 这就很莫名其妙 结果现在在野势力是不是在整合 是不是在面对 就是说 其实比起国民党这个共识营 我更重视的是前两天的那个 在野两个党团三长 跟柯文哲一起在康圆吃的那个工作餐会 康圆餐厅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 里程碑的起点 就是说 如果说两党都知道 服国立民的事情要大家一起做 我想这个事情 永平姐听了就很有感 自己也立法院出来 也当过行政首长的人 就是说这才是我们要看到 真正在野制衡 整个执政的傲慢 跟这种欺负人 老百姓想要看到的点 所以希望大家少点口水好不好 你们要算的下一次选举 都还有两年十个月 先把老百姓要的做好 你们才有未来 讲得好 谢谢嘉庆 我们休息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同志买